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玩具有玩具 我是吳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最近有很多玩具店呢 都開了一個預購單 是什麼的預購單呢 就是這個 如果你還在考慮要不要預購呢 我告訴你啦 看玩具的影片就對了 看我們今天的這個影片 因為今天我們要玩玩具就是 Handgame Walks 無敵鐵金剛 凱薩 嗚 這隻魔神凱薩呢 是好微笑 Good Smile Company 跟千職列共同研發所推出的 那這隻之前呢 其實已經有出過 Modeloido的組裝模型 那這次出的這個Handgame Walks 無敵鐵金剛 凱薩呢 是合金的完成品 我個人是覺得啊 這種機器人呢 當然還是要合金的好 畢竟 合金拿起來的手感 它是機器人 如果你沒有一定的重量的話 那感覺是差很多 出合金呢 就是有一種 回到原點的感覺 比如說這樣 啊 機器人就是要這種手感 雖然它價位比較高 但我覺得它整體的那個厚重感 我跟你講 如果你只要玩過一次合金的機器人 你就知道那感覺是回不去 瑞伐物回不去 那因為是試作品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跟廠商借到的是這種 沒有盒裝的 就先用配件來介紹給大家 首先是介紹它的指揮艇 凱薩指揮艇呢 它有附上一個可幻的機翼 那因為是為了讓造型比較好看 所以它有兩個機翼 一個是比較寬的這種 寬的機翼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要安裝在凱薩頭部上比較小的機翼 那我覺得它這個指揮艇這個藍色的這個部分啊 它有點那種油亮油亮的那種感覺 再來我們看到這個凱薩的飛翼 凱薩的飛翼呢 它跟之前比較不一樣的是 之前的Modoroid它的凱薩飛翼呢 前面也是像這樣 就是有做一個機械感外露的感覺 但它後面沒有 這次的這個魔神凱薩呢 它就前後都是做這種透明件 一眼呢就可以看到裡面的機構設定 它下面這個小翅膀的部分 小翅膀的部分 它也是做這種透明件 我其實一直都蠻喜歡凱薩它飛翼的這個造型 因為我覺得它翅膀很大 那種張開的感覺 我覺得真的非常帥 再來看到這個終極凱薩寶劍 金色跟銀色的塗裝 我覺得都非常的好 整體造型看起來非常有質感 那接下來看到這個凱薩寶劍 凱薩寶劍呢 它就是它可以組合起來 它後面的這個是可以拆開的 它同時有附上了這個轉接的 就是讓它變比較長一點 然後你可以這樣組合起來 在手掌的部分呢 它有附上三個手掌 一個是它莫全的手掌 然後還有另外一對是拿武器的手掌 跟張開手的手掌 那接下來介紹的就是魔神王座 魔神王座我個人覺得 塑膠感可能就比較重一點 我覺得也沒關係 因為它主要的功能呢 其實是收納所有的武器配件 連接件呢它有特別做個位置放 手的部分呢就可以放在這下面這個 它連這個指揮艇 都有它專屬可以放的地方 還有這個外觀的機翼 最後呢我們再放上這個凱薩飛翼 這樣其實就是收納完成 然後我們再把魔神凱薩放上去 把魔神凱薩放上去之後呢 它整體的比例就完美 凱薩飛翼在後面 從正面看呢它露出了兩次版 然後它後面兩把凱薩寶劍 跟這個終極凱薩寶劍 我覺得這樣擺起來 非常有那種魔王的感覺 玩遊戲最後要打BOSS BOSS是不是就會這樣做的 那它整個配件的部分就是這樣 擺設收納都是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本體的部分 這次的魔神凱薩 它整體的高度呢 是來到了這個大概 欸欸欸欸 差不多17公分啦 跟我一樣 跟我的手掌一樣 17公分呢 是比之前出的Motoroid的組裝模型 大概再高差不多2.5公分左右 那我們這次就來看一下它合金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合金的部分就是大腿跟小腿都是合金的 我覺得它在腿部呢做合金 是為了讓它有更厚重感 跟它站的時候呢可以更穩固 大部分的玩家大家在把玩的時候拿還是這樣拿 整個重量在這手手上 這握起來感覺我覺得非常棒 擺在桌上的時候其實它下盤非常穩固 大家知道下盤穩固很重要嘛對不對 腰部呢也是用合金的材質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腿小腿很重要 腰最重要 那它在胸前的這個透明件呢 它裡面也是有做那種 機械的細節的刻畫 它身上那種機械感的刻痕 完全沒有馬步 你從正面看 它這個腹部這邊 腿部 還有它腿部的鎧甲 跟背面看這個細節的刻畫 我覺得都做得非常好 就是這個機械感覺我真的超喜歡 它胸前的這個徽章呢 是可以拿下來的 它的目的呢其實就是為了要還原 拿終極凱撒寶劫的樣子 身體的部分介紹完了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這次非常值得介紹給大家 就是它這個 它指揮艇的連結 大家看到嗎 它其實機頭的那個部分 其實比它的頭部還要再更長 那它可以直接這樣插進去 我猜測應該就是 生喉嚨吧 不太確定它的構造是什麼 那這邊呢 我就可能要請各位玩具人 在拿到實體的時候呢 在自己再稍微研究啊 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就是可動的部分 我們先從頭部可動 前後左右都可以啦 沒問題 大丈夫 肩膀可動呢 是用這種球型的關節 那它 就是一些小小幅度的擺動 是沒有問題的 接下來看到手部可動 手部來 平舉 手部平舉沒有問題 然後它這邊還有做這個 來 有沒有 大家記得在轉它這個手臂的時候 要小心點 它手臂的部分下面也是可以轉 但因為會卡到灰甲的部分 所以它其實上面還是有做一個 建議大家是抓著上面這樣子轉 會比較好 個人覺得是蠻靈活的 跟之前的組裝模型不一樣 就是它這邊 它這次手腕也有做可動 微微這個360度 可以讓你在拿武器的時候呢 有更多的動作 這是之前沒有的啦 手腕的可動它也有做出來 接下來叫它腰部的可動 腰部的可動也蠻靈活 你看它前後 前可以到差不多前傾 30度 後仰 它左右扭這個腰的時候 我覺得很可愛 接下來就是腳的可動 它腳的可動路也很靈活 腳掌的接定性 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它這次膝蓋呢 是做這種彈簧肌輪機構 它在搬的時候會有這個聲音 可以聽一下 我覺得這個聲音很爽 這聲音真的可以聽一整天 舒服 這邊可以提到一點 就是它大腿在這樣動的時候 它小腿這邊會凹進去 所以它在可動度上呢 其實又更靈活一點 它小腿做這個凹進去這個設計呢 也是之前那個組裝模型沒有的 就是它小腿 就是它小腿 看到的小腿 它有些小腿 就可以了 所以它做到小腿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腿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腿 但是這裡有一個小腿 就是它小腿 那些小腿 都是鋒的 這個小腿 它是多大腿 在這是五腿 第一次庿 它的大腿 總結這款Hagen Wars 無敵天金剛凱撒 但在造型上我覺得又有更上一層樓 當然價錢也是更上一層樓 機械的質感也刻畫得非常好 凱撒飛翼在正版面都用使用透明件的這種 機械感外露的這種感覺 我其實個人真的非常喜歡 然後他魔神王座的這種收納的設計 除了可以收納所有的配件之後 再擺上凱撒 整體的造型非常威力 請各位玩具人在下面留言 對於這款魔神砍薩的想法 訂閱玩具人頻道小鈴鐺開起來 追蹤我們的IG上面可以關開更多的幕後花絮 那玩具人玩玩具 我們下週再見 拜拜 不是啦 不是全部修掉很怪吧 不是啦 全部修掉很奇怪耶 可是正常來講國外是全部修掉的 那你修一半這個感覺是什麼 不是 這個男生 你想保留一點華人的 不要吵 先聽我講 這跟平常在檢查嘛 不一樣的道理 你知道嗎 大家整齊一點 隨時都有可能會遇到 可是 如果你把他修短 他還是有可能修短 剪 沒有才不會 是不是開始 色色的東西跑出來 沒有才不會 失敗 好